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興我們今天又透過汽車影片 來跟各位聊一款當年相當有意思的一台車 今天我們的主角還沒有滿20歲 距離我們拍攝現在時事盡時 它第一款上市的時候還沒有滿20歲 但是這款車子新車它販售的時間相當的長 而且這台車子我在新車的時候 第一時間我就有接觸過了 尤其我們今天拍攝這台的主角很好玩 當年它新車剛買的時候 我就有去試過車了 當時我是寫部落格的 我還有寫試車報告 那時隔多年之後又接受到這台車子 還是同一台 當然外觀有一些戰功標柄的痕跡 這台車子它的前身我也曾經有開過 而且這個品牌我是相當喜歡這個品牌的 這個品牌有太多太多故事可以講 我自己也開過好幾台這個品牌的車子 所以今天這台車子開到了之後 雖然說跟我之前開到的差不多 但是又讓我有相當多的感觸了 究竟我們今天要跟各位聊的是哪一款有趣的車子呢 好的我們趕快把鏡頭帶到我們今天的主角 今天我們就來跟各位聊一聊 我現在旁邊的這台Volvo第二代的S80 好的我們知道Volvo這個車型 應該說這個廠牌它的車型的編排 一直以來都是用所謂的數字 那麼一直到了90年代呢 基於這個車廠的整個品牌形象 還有它的年輕化的形象的特性呢 所以Volvo就把這個整個產品 改成用一個英文再用一個數字來一個命名 各位會說不對是兩個數字錯 其實呢你去回顧一下Volvo最早的歷史 第一台用英文加數字命名的Volvo車型 是什麼車型呢 是第一代的S40 但是呢最早S40它的命名叫什麼 叫做S4 真的就叫VolvoS4 你去看當年的資料 1995年的時候車展的資料 結果很快有人抗議是誰呢 Audi抗議了 Audi說對不起 S4呢是我們的註冊商標 各位覺得喔那個時候有S4嗎 嘿嘿你有這個問題呢 那你去看一下當年Audi的歷史 Audi很好呀 Audi呢我們現在知道Audi的S4 是以A4的基礎下去做的性能版 叫S4 頂級性能版叫做RS4 但是呢當年Audi是有S4 當年AudiS4是什麼車呢 是A6的性能版 各位不要懷疑 你自己去上網去查一下資料 Audi那時候就說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你出這個S4呢 我們要告你什麼的 Volvo想一想 奇怪了 其他車廠也有啊 對不對 像Posh的928也叫928S4啊 對不對 你幹嘛針對我呢 後來Volvo轉念一想 算了算了算了 不要跟這種大車廠鬥 所以呢Volvo就很四向了 那我改名叫S40好了 於是呢本來我們今天這個主角 在Audi 在Volvo原本的規劃呢 是叫S8 所以呢後來就叫做S80 是這樣子來的 這個相當有意思 那我們知道呢 第一代Volvo S80 它的前身啊 就是Volvo 940跟960啊 但是呢講這樣是有點不大精準 因為其實S80 它是一台前驅車 那麼940跟S90第一代呢 它都是後驅的車子 但是在當時的Volvo來講 它也沒得選 因為當時的Volvo 已經被這個福特汽車公司 全部的控制住了啊 這個不管是這個開發設計上 還是這個金錢上 當然福特還是給Volvo很大的揮插空間 只是說在底盤上 在機械結構上面呢 那你就要用福特的系統啊 Volvo那時候其實也是如獲至寶啊 因為 Volvo在開發完840之後 Volvo真的是沒錢啊 甚至那個時候 Volvo想要開發SUV 就是我們後來看到的XC90 也是因為資金不足 所以一眼再眼啊 那福特呢在入主了Volvo之後呢 給了Volvo第一代S80的這個平台 Volvo如獲至寶啊 Volvo算是很厲害啊 他不僅用這個車子的底盤開發出了S80 他還開發了S60 然後呢還有V70 最後呢 順便連XC90都一起用這顆底盤 把它開發下去了 所以對Volvo來講 其實他們常年啊 他們關注在這種安全配備 這些小東西上面 他們是很強的 可是你要讓他們從零開始去開發一台 汽車的底盤啦 汽車的引擎啦 對他們來講是無以承受之重 那福特呢 算是入主了Volvo之後呢 補強了Volvo這邊不足的地方 所以Volvo的車這個品牌 還有它的車款的銷量呢 才能一路這樣子一直發展下去 一直到後面呢 這個吉利汽車呢 把它併購之後 現在Volvo的品牌聲勢喔 跟當年真的是完全不可同路而言 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去看喔 當時它的銅箱就是Saba Saba 現在跑到哪去呢 沒人知道喔 所以呢 Volvo算是真的是 遇到了對的這個金主啦 從福特也好 或是從後來的吉利汽車集團也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是第二代的S80 當然它現在的後遺車叫做S90 就是第二代的S90喔 那Volvo為什麼要這樣子玩呢 其實各位你想一個問題喔 為什麼當初 它是第一代S90的後遺車叫S80呢 它的用意是什麼 因為Volvo它想啊 我們這個車子呢 要兼具接替到940 所以它不是一台單純的S90後遺車 那乾脆叫80好了 聰明的人會問一個問題 那等一下等一下 那為什麼這個XC要叫XC90呢 所以Volvo覺得 我們這個XC90比S80還要高級 所以我們叫90 就是Volvo當時它的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學問喔 所以呢 因為第一代S80 在市場上算是獲得蠻大的一個回響 所以呢 第二代它就沒有改名為S90了 那就改名 就繼續用S80這個名稱 一直到第三代又改名為S90了 那為什麼改名為S90呢 我聽到的說法是這樣子啊 因為在這個世道之下呢 其實能夠做這種豪華轎車的品牌已經非常少了 那Volvo覺得呢 那我們要提升我們的整個品牌的形象 所以又把這個名字改回S90啊 變成說S80目前為止還沒有第三代 相當的有意思 那麼第二代的S80呢 它的外觀其實啊 它也算是成績的第一代S80的外觀喔 這外觀也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各位講 首先呢 第一代S80最著名的外觀就是所謂的10坦威鋼車身 但是10坦威鋼車身呢 我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10坦威鋼車身就是這個啦 這個車身外抱的這個線條 10坦威鋼車身呢 當然在華人的眼中看起來很像另外一種東西啊 而且呢第一代S80的10坦威鋼車身呢 在第二代呢獲得更加的發揚光大 所以我覺得第二代的S80的車身 看起來更像某一種東西啊 那原廠為什麼要做這個車身造型呢 其實第一代S80 並不是Volvo第一款 退出10坦威鋼車身的車子 只是沒有量產而已 這個車子呢 最早可以追究到Volvo在90年代前起的 有款概念車叫做PCC 叫做VCC 這款概念車 它的造型呢 基本上就是S80 第一代S80的概念版 可以這麼講 各位可以去找當年的圖出來看一下 真的長得非常非常像 那麼第一代S80呢 運用這個車身的線條有個好處是什麼呢 當初啦 當初我在看XC90的開發資料很好笑 他們說呢 XC90之所以要沿用這個10坦威鋼車身 是因為他們覺得S8010坦威鋼車身呢 你不用多做說明 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車子側面碰上車身很安全 這側面的安全性非常的讓人沒有話說 不像那個850啊 940啊 那個車子感覺就是長像個餅乾罐一樣啊 你還要再特別在後面寫個SIPS Side Impact Protection System 人家才會覺得 你這個車面好像有加強啊 S80這種10坦威鋼車身的線條 在XC90也好啊 這個東西一目了然啊 所以第二代的S80呢 就沉寂了第一代這個掉掉呢 繼續把這10坦威鋼車身呢 發揚光大啊 所以呢這個車子的肌肉線條 這外擴的這輪廓呢 感覺到更加的明顯 當然它的外觀的板件什麼的 也都進化了相當的多啊 所以呢這個一看就不會覺得說 像第一代S80 因為第一代S80坦白講 它兼具了接替S90的任務 所以它的外型 我們在當代看起來是有點老氣 但是第二代S80呢 真的是年輕的非常非常多 當然你跟第二代的S60比起來 第二代的S80 當然還是比較老成穩重一些 那麼除了這個10坦威鋼車身以外 其他的這些外觀的設計 就跟當時的Volvo的設計員線條 基本上是一致的喔 那我們這邊呢 就不跟大家一一的去做介紹這些細節 因為這台車還有很多很多東西可以講 第二代S80呢 是在2006年初的車展發表 並且在當年年初在歐洲上市的喔 那它的最重要的除了它的外觀以外呢 就是它的安全配備的提升啊 比方說呢它這一代 就已經標配了所謂的這個 這個代轉的方向燈 那麼還有什麼呢 還有它的BLIS 就是它的這個盲點系統喔 那Volvo應該是當時喔 第一個有BLIS這種盲點輔助系統的車子喔 我們帶到另外一頭給各位看一下喔 這個要從內裝看會比較好看一些 外觀這邊看不太出來喔 第一代的BLIS呢 它的偵測是在這個地方喔 就是你這個後面的C柱左側或是右側 有車子的時候它這邊會亮起來 亮起來之後你就會知道喔 這邊有車子喔 但是根據我當年我在開第一代的C30的時候 這個東西很容易誤判 尤其什麼 尤其大風大雨的時候 真的很容易亂亮 而且呢 你如果硬要切的話 它也不會有特殊的閃坐 不會像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一般盲點就是在這個後製鏡裡面嘛 然後你如果硬要切方向 它會一直急促閃坐 甚至一般還出現嗶嗶嗶嗶的聲音 第一代比較不會 因為我認為啦 它應該是也知道說 它第一代的這個系統不是很穩 不是很成熟啊 包括像我之前我在開 不是我在開喔 我沒有駕照 我在試那個Volvo的卡車 Volvo卡車 它的前面的那種都會行車系統 它也很容易誤判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卡車 它的負載的環境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現在技術還沒有成熟 當時Volvo這個BLIS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因為同級車還沒有這種東西 你現在反過來 你在日系車 這些Toyota Honda什麼的 大家基本上不要太陽春的車頂 都有配這東西 可是在當時呢 這算是一個首創 也是它的一個當時很大的一個宣傳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台車 它車頭的水箱 在中網裡面呢 有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是它所謂的這個都會行車 ACC 自動煞停系統 當然當時它也只是一個雛形 所以它 我記得它不是全數以 它好像要開到一個時速 好像時速8公里 還是20公里以上 然後在時速200公里以內 這是一開始推出來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這一台是屬於中期版本的S80 比如說第一次小改 第一次小改跟第二次小改 第一次小改跟小改之前 它的差異 最重要是它這個VOLVO LOGO 在小改之前 它的LOGO很小一顆 小改之後它的LOGO變大 第二次小改 它的頭燈跟保險桿 就有顯著的變化 那麼在第一代的時候 它這個ACC不是全數域的 但是到了小改之後 這個ACC幾乎是全數域 而且配備也進一步下放了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台 各位從外觀這樣看起來 它的配備是很滿的 它的鋁圈是18吋的七爪的鋁圈 看起來非常的大氣 但是你從車尾就可以看到它的端尼 這台車的車尾寫的是T5 那T5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T5是一個幌子 什麼叫做幌子 來VOLVO S80一開始 第二代它上市的時候 一開始它發表引擎 就是D5才有的五缸引擎 那麼還有2.5T 就是S60R那顆2.5渦輪增壓 但是它的馬力調的小一點 再上去還有4.4V8 這顆由YAMAHA代工的引擎 那麼一開始只有這三款 後來又推出了所謂的3.2直接6缸引擎 那這一顆我們現在看到這個T5 其實它不是五缸 在VOLVO的習慣來講 T5就是渦輪增壓五缸 T6就是渦輪增壓六缸 但是後來這個規矩就被打破了 T5這顆引擎其實是2.04缸 2.04缸渦輪增壓 這樣各位有沒有覺得很耳熟 對它就是福特那顆Eco Boost 240匹馬力那顆引擎 所以它的變速箱也是配所謂的POWERSHIFT 各位一定要念好 這個SHIFT 不要把F給省略掉 POWERSHIFT這顆變速箱 所以其實這台車開起來 真的像我在開Mondel EcoBoost 240的感覺是一樣的 那好處是說啦 以台灣的穗金來講 這顆引擎呢 它的穗金是很省的 因為在此前呢 它可能是2.5可能3.2 那個穗金制度 因為台灣是600CC一個級距嘛 所以那個穗金制度呢 就比較不是那麼的親切 但是呢壞處是什麼呢 我覺得這台車開起來真的 那個引擎跟變速箱的反應 真的不太像典型的VOLVO啦 以前我們在開VOLVO的時候 就喜歡它的直列五缸 直列六缸的那種特殊的聲浪 尤其它因為是前驅車基礎 所以它的引擎是橫置的喔 尤其它橫置六缸 你要想一想 這麼小的引擎是怎麼放進這個橫置六缸 所以VOLVO它的技術真的是很厲害 它標榜它的橫置六缸引擎呢 它的車它的引擎的長度呢 比起橫置五缸呢 只多了不到10公分 我覺得它這個真的是相當厲害 反正只多一點點而已 反正外觀上看起來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很厲害喔 那這顆引擎呢 當然因為它是這個四缸嘛 所以它引擎是相對就空一些啦 只是說真的它的動態反應 力道夠不夠 可是開起來就不太像一般的VOLVO 那這顆引擎呢 是後來才加入VOLVO S80的陣容裡面 那當時呢 在台灣呢也做了一波的行銷的宣傳 因為我們剛剛講 這台車是2006年呢 在這個歐洲的車展發表並且上市的 那麼在台灣呢 是2006年底正式上市發表的 一開始也是發表了所謂的2.5跟4.4這兩顆引擎啊 但是呢很快銷量就不行 因為它這兩個引擎呢 第一個4.4排型實在太大了喔 而且一般人不會花那麼多錢去買VOLVO 那時候我記得要300多萬啊 300多萬我都買Benz買BMW 我幹嘛買VOLVO呢 第二個是什麼呢 那2.5T就是你剛好過了2500cc嘛 對不對 你的穗金這個跟其他的同一對手 低於2400cc的差一幾嘛 所以很快呢 這個車就賣不太動 於是呢 VOLVO原廠呢 在這一次小改款之後 很快就推出了一批就2.5渦輪增壓的 勇者無具版 什麼叫勇者無具 不是那個Brave那個勇 是On 這個擁有的那個勇 勇者無具版 它就是把原先可能3.2才有的這些安全 大滿配的這些什麼 ACC啦 BLIS這些東西呢 全部下放到2.5T 而且那時候標榜台幣只要199萬啊 你等於是用入門的2.5T的價格 可以買到3.2頂配的一個配備啊 相當的受歡迎 這批車呢 順利的出新完畢 隔一年呢 也就是2.0T5這顆引擎發表了車型之後呢 台灣的代理商也發表了一批2.0T5勇者無具版 而且這批車它標榜這勇者無具升級版啊 那升級版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我搞不太清楚了 反正呢 它那個時候反而是勇者無具升級版 它還有兩個版本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算是旗艦版 所以呢 它有這個大尺寸的鋁圈 那至於細部的配備差異呢 我實在是背不太起來 因為我現在真的是有年紀了 那這台車子當初車主為什麼會買呢 也是因為看到這批車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至於這台車 車主為什麼會買這台車子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台車 他買車的故事啊 但是我不得不說這台車子 車主真的是買對了 因為各位可以發現 這台車外觀戰功非常的標柄 我們在今天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跟各位講 這台車子呢 當初新車的時候我就有試開過 當時真的是跟展示間走出來一模一樣 我記得那時候里程才1000多公里而已 現在呢 它這個外觀真的是戰功很多啊 像這邊都有膠帶的痕跡啊 這邊都有板經過的 這個都有凹痕啊什麼的 甚至啊 各位看一下 這個痕跡還非常的新啊 這個都是我們閩南話叫行凶啦 新造成的傷痕 而且這邊都還有補圖的痕跡啊 甚至最誇張的是什麼 來這邊的錢包桿 這邊還有不知道從哪裡帶出來的這個樹葉 表示這台車真的是這台實戰經驗豐富的車子 因為呢 開這個車的人呢 他也是有點年紀啦 所以呢 買這個車我覺得 真的是給家人算是蠻放心的 這台車真的是買對了 那麼水金也省 那至於為什麼這台車會進入這個車主的家裡面 我們還是留到最後再跟大家好好的聊聊這段有趣的故事喔 接著呢 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台車子 除了外觀上還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喔 好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來看到它的引擎室 這台車子呢 我覺得它的引擎蓋的設計真是有點怪怪的喔 剛剛呢 我們在拍片之前呢 我在尋查它的引擎室 看有什麼亮點可以介紹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了一個問題喔 它的引擎室真的很燙 雖然這台車子 它呢 已經是這個福特的四缸引擎喔 但是這顆渦路引擎真的是很燙喔 所以我們在開引擎蓋的時候 哇 那個時候真的是很麻煩 然後它引擎蓋開的按鈕在這個地方 一般人比較不知道在這種地方喔 好 它的引擎室呢 其實你說它沒有很滿嗎 其實也挺滿的啦 那至少它有這個油壓停桿 而且停桿挺到現在呢 還算是蠻有擋頭 我們明天的話就動桃了 還是蠻有動桃的喔 那這顆引擎室呢 如果你是這個3.2V6 3.2直六的話 那就已經全滿 甚至V8是大爆滿 幾乎看不到任何的手錄喔 那這是它這顆引擎室的一個狀況 比較有意思的是什麼 比較有意思的是 你看這個引擎室的這個隔熱門 這隔熱門還有這個這個凹槽啊 那據說這個東西可以有效的 更有效的吸取它的噪音啦 據說是這樣 的確這個車隔音是相當的不錯啦 好我們接著呢 來帶各位看另外一個更有趣的東西 它的行李箱 這台車子喔 當初原廠它標榜是說 各位你回想一下 當年Volvo 740變成940的時候 因為Volvo沒有資金 所以就把車子稍微小改一下 其實你的車頭基本上沒改 就變成940了 那740跟940差異在於說 940的車尾多一截 所以940的行李箱空間比較大 可是到了第一代S80呢 行李箱空間稍微縮小了一點點 到了第二代S80呢 行李箱空間又變得很大 而且是超級深的喔 這個你從外觀上 你很難想像這個行李箱 到底有多深 來我們現在把它開起來 給各位看一下喔 因為我們這個車主呢 平常都有在開這個車來代步了喔 所以這個行李箱呢 算是放得很滿 你去看喔 裡面的空間真的是很深 又寬又大又深啊 那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怎麼放了一個球桿呢 這可能是因為這邊的自然不大好吧 我不知道可能他有在練習回看吧 那蠻好玩的是呢 這台車子它的這個故障標 還是全新未拆封啊 這個保持的不錯 然後急救包也是這個原始未拆封啊 當然 我跟各位講喔 很多人在報廢場會拆這個 會去拿這個急救包回家 你要拿去當紀念科 最好不要用啊 因為這個急救包裡面的藥物 都已經過去了 而且你想一想 這個車子 在急救包放在這邊 這邊實際上是不是溫度很高 那你可能裡面的藥品都變質啊 所以不建議各位去用這個急救包 那當然因為它的後面 行李箱蓋的這個長度不是很夠 所以它這邊做的是油壓停桿 那這個停桿呢 久了當然也就軟掉了 所以這個車型 各位你看喔 你在開這種車子 行李箱蓋 一定要把它拉到最後面去 你不要讓它90度 不然你隨時會變成一個斷透 而且在關的時候一定要小心喔 像你在這邊 你不要直接放掉喔 你要慢慢把它放掉 不然它會傷到它的那個磁吸的那個開關喔 這樣放就對了 好的這是外觀上我們跟各位稍微講一下它的外觀喔 至於它內裝呢 內裝也是很多學問可以講 來首先第一個喔 Volvo呢 它向來是標榜所謂的輕向駕駛座的一個中控台 在早期的240 740 940 第一代S90都是這個樣子喔 那後面到了第一代的S80呢 還是做這個造型 但到第二代S80呢 它改弦意側 首先一個喔 它的中控台呢 已經變成左右完全對稱的一個中控台 而且呢 它導入當時第二代S40的一個標榜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薄型中控台 只是它薄型中控台 沒有像第一代S40這麼誇張 第一代S40真的太誇張了喔 第一代S40呢 它是一整個感覺好像是原木這樣做出來 很像北歐那種極簡家具的質感 那麼S80呢 它是保留這個東西啊 也做了一個薄型化的一個設計 然後後面呢 有可以放小東西的地方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後面這些東西不好用 為什麼 因為它是很高的 那你可能開車比較距離的時候 可能東西會滾出來 所以一般我們都是放面紙 面紙才可以塞得滿滿喔 其實這個實用性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這是一個我覺得一個有點 呃十字五味七字可惜的地方喔 那麼再來就是說呢 這一代呢 它的配備 它的這個視覺的感受 當然是比上一代好很多 像它核桃木面積很多 尤其這一批是勇者無據版 升級版 然後又是頂配版喔 所以你看這個環狀的這個核桃木的 胡桃木的方向盤 這個握感非常非常棒喔 超級讚的 那比較好玩的喔 是它的這個免鑰匙系統 這免鑰匙系統呢 剛剛我也是研究了一陣子喔 這免鑰匙系統怎麼玩呢 來玩給各位看喔 那免鑰匙系統呢 你先把這個鑰匙呢 插進去裡面 好 然後它自己會吃進去 吃進去之後呢 一樣我們這樣子 輕輕的按一下 那它就會點紅火 因為我現在沒有踩煞車 那我們再按第二次 它去偵測這個車子鑰匙的密碼 沒有錯 那我們真的要發動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給踩下去 然後一鍵啟動 它就發動了 但是要稍微按久一點 像我們現在新車是按一下 它就馬上發動 這個車子 當年它怕你誤觸 所以你要按比較久 它才會啟動 好 那比較好玩的是什麼呢 比較好玩是它熄火的時候 熄火了 比方說我們現在開完了 我們熄火了 OK好 我們把它按掉 好按掉之後 你說這個鑰匙這樣子拿 你拿不出來 你要往前推一下 它才會這樣吐出來 這樣你才可以把鑰匙給拿出來 那當然這邊中間 有一個這個中央的螢幕 以當時來講算是不錯 只是它當時為了要安全起見 所以你如果不是在P檔的時候 你是不能看衛星導航以外的東西 這個是當時大家比較抱怨的一個地方 那至於它中間這些排檔做什麼的 這就是標準的福特的PowerShift 記得FL5N 這個標準的手自排的系統 這開起來就很像 這個引擎底盤的反應 引擎跟變速箱的反應就很像福特 就很不像一台VOLVO 但是它這邊一樣有VOLVO當年的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就是這個票夾 這票夾真的超級娛樂無敵好用 我當年開940開S90D的時候 我都很喜歡用這個票夾 甚至我們還去報備場去拆 我還有一個車友 票夾這樣拆一整排 超級好用的 這個便捷性的東西也是留在這邊 那這一代它的手剎車已經改成足助式的 但是要到V8的車型才是電子手剎車 到後期好像全部都改成電子式手剎車 但是因為這台車子它賣了很久 我記得它賣到2015年都還有車 這個車子的世代走了非常的久 那比較讓我抱怨的地方 這個是在它的座椅 其實我們此前跟各位介紹過VOLVO 940的時候 我有非常誇讚VOLVO 940跟第一代960 S90的座椅 非常非常讚 那麼其實VOLVO在這一代S80的時候 也是主導它這個醫學座椅 這個座椅通過什麼醫學學會的認證 有什麼護腰什麼的 但是我坦白說 這一隻椅子坐起來真的沒有以前940 跟第一代S90那麼的舒服 我覺得它支撐性什麼的是不錯 但是比之前的那種車子椅子 還是算略遜於愁 這是我比較compliant的地方 那當然這一代它在原廠的行銷上面 它也是講了很多關於它這個音響系統 這台是因為是頂配版 所以它有所謂的Premium Sound 這個系統真是讚 它這邊還有一個LOGO PSR 這個Premium Sound的LOGO 這個音響系統真是讚 沒話說 但是它這個主機 如果你哪天你想要改安卓機 到底要怎麼改 我也覺得很好奇 我相信坊間一定有可以改的 那還有一個可以抱怨的地方是說 它的手要箱空間真的是非常小 我們打開給各位看 這邊上面當然是安全氣囊 可是它裡面手要箱空間就這麼小 而且它的東西是往上斜放的 所以東西很不好取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它當初設計的缺點 好 那這是它前座的一個部分 那麼它後座呢 第一代S80它標榜就是說 它這一台車子它的內部空間 比起第一代S90好非常非常多 的確啦 你一台車從前驅改成後驅呢 的確你的後座乘坐空間是更好 但是第二代S80 第二代S80它的外觀呢 比起第一代S80呢 長寬都稍微長多了一點點 但是後面的空間表現呢 我覺得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 首先第一個 因為它這一代走的車身的造型 是圓弧形狀的 甚至它中間的B柱還有尋黑 所以呢因為圓弧形狀的關係 所以它後面頭部空間本來就被壓縮 但是呢剛剛我們講 因為它這一代的椅子 它有做一個就是消薄化的一個東西 所以理論它它後面的空間應該是要更大才 但是我覺得堪用而已啦 跟它外觀呢有一點搭不上 像我現在前座是我駕駛的姿勢喔 那你說我後座呢 跟前面只有一個拳頭距離 我覺得當然是夠用 可是呢 就跟我們一般想像中 這種大老闆在後座乘坐的這種感覺呢 真的是有點落差 那當然因為這台是2.0T啊 所以它沒有一些多一些阿薩布魯的配備啊 像那些比較頂配 像我記得Executive 它這邊還有那個後座的娛樂系統 所以它後座娛樂系統呢 放在這個位置喔 不是放在中央扶手喔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了 有點神奇 為什麼它不放在這邊呢 那這邊在操作 當然就有一些人抱怨了 尤其什麼 各位如果你對大陸的汽車有研究的話 你就會發現 這不是長安握握握有這個 長安握握握S80L嗎 後來改名叫握握亞太嘛 被極力收購之後 對 握握S80L呢 它的後座空間就真的是超級無敵大 但是呢 S80L它本身有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這一台S80它的底盤 一樣是來自於福特 就是第四代Mondell的底盤 那個有一個底盤的代號 我現在記不起來 那我記得在原廠的規劃來講 第二代S80它的車長 它就已經是這個底盤 拉長的最極限了 他們當初在開發的時候 沒有想到 長安握握握 會把它這個東西 把它搞一個S80L 他們真的是死掉未及 而且當時很好玩啊 當時S80 就長安握握S80L呢 真的是我們明來話就 便宜又大文 怎麼講呢 因為當時第二代S60 在大陸還是進口車 當時還沒有國產S60L 所以呢 S80L它是國產車 那變成怎麼樣呢 S80L它的配備更好 那它的長度更長 它外觀更氣派 它售價跟進口的S60 在大陸是一模一樣 所以當時那時候 我在大陸混 我們看到我也是傻眼 哇這個車子真的配備很棒 而且那個時候呢 它為了要宣傳它的促銷 有很多這個行銷的手段 我記得它當時一直在推 它的後座行政的配備啊 就是把Executive的版本的東西 全部灌到這個S80L上面 而且售價沒有很貴啊 當時很吸引人 那我們當時是有一個同業是這樣講 他說 S80L這個車子有個缺點 是它這個車子有轉向系數模糊的問題 什麼叫轉向系數模糊呢 就好像我們在開美國的時候 你在過彎的時候 傳統用美國車 有大量底盤的美國車呢 它就是你轉彎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前輪跟後輪不知道跑哪裡去 你轉向迷航 他說S80L開起來也有這種感覺 就是你覺得前輪在轉前輪的 後輪在轉後輪的 前輪跟後輪沒辦法協調 這是它的說法啦 同一時間我們也問了一些大陸的車友 他們也是說當時的W212的 就是E-Class的長軸版 E-260L 沒有250L2 這個大陸250這個字不好 也有類似的問題 E-300L也有類似的問題 我自己在大陸我沒有大陸的駕照 可是呢我自己在做530 寶馬530LI的時候 我覺得是還好 只是覺得那個車子有夠空曠 感覺不像是一台BMW 那這是我們當時我們在大陸 S80L我們遇到一些有趣的現象 那這台車子呢 當時在原廠的規劃 因為這麼講 福特本來就覺得Volvo這個品牌 他有點不想救 所以呢 S80第三代的開發的作業 就一直一言再言 真的是一直言到李舒福先生 就是吉利的老闆 把Volvo整個買下來之後 李舒福才給足夠的資金 讓Volvo原廠可以去開發第三代的S80 那結局就造成什麼呢 我們講第三代S80是第二代S90 也就造成了這一代的S80呢 真的是獨挑大樑獨挑的非常非常久 他是從2005年發表的 一直賣賣到2015年都還有車 我記得2015年還有少數地方 還有在賣這個車子 所以他等於一賣賣了10年 其實在豪華汽車品牌來講 當時除了Lexus也是走的有點類自暴自棄以外 那個LS一直死都不改款以外 其實Benz BMW改款的速度是很快的 那相對的Lexus在這個急劇的ESGS改款速度也是很快 所以S80第二代他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急劇他有他蠻多吸引 尤其他這些安全科技的配備 可是到了產品中後期之後 其他競爭對手不斷推出更多 比方說倒車自動停車啦 這個方向盤自動扯回來 自動全速一根車 你手都不用握方向盤 當然這是不好的習慣喔 這個不要學 可是Volvo S80相對他可以端出來的菜就少很多 而且他的外型已經顯得老氣了 所以後期的S80那個效量真的是很差 所以他配備很好 但是很多人就問 我幹嘛花那麼多錢去買一台世代這麼老的車子 雖然說你很划算 但是你也是一個不便宜的車子 台幣怎麼買也是要一兩百萬嘛 頂級的V8的可能就要三百多萬了 甚至中後期台灣也好 大陸市場也好 幾乎就不引進V8這個車型了 這個車型也就沒有後繼的車子 甚至第三代S90 我記得好像也只有四缸引擎 有沒有六缸引擎 我要再去查一下 第二代S90 因為我對新車這個車子比較沒有什麼太多的研究了 好就是我們跟各位閒聊一下S80這台車子 第二代他在市場上的一個狀況 最後我們來跟各位聊一下 這台車為什麼會讓車主來買 各位很難相信 這台車的車主前一手是買什麼車呢 前一手是買三菱的Space gear 就是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第四代德里卡箱型車 那為什麼會挑這台車呢 第一個是Space gear這個車子 畢竟彈彈跳跳的嘛 坐起來不舒服而且年紀也大 第二個呢是他當時他看到這個Accord 7代 這個車子好像還不錯 本來他想要買Accord 7代 結果他發現這個車子呢 什麼配備都沒有 不要說什麼配備都沒有 這個車子呢 這個外觀太年輕化了 他不喜歡 尤其雅各7代小改之後呢 這個車子三角形的尾燈實在是不合他的位 為什麼他會覺得Accord 7代配備應無盡無呢 因為他那時候買的Space gear是大滿配 那個時候為了要競爭 所以什麼卡拉OK啊什麼DVD什麼都給他上去了 所以比較起來轎車當然你說上個卡拉OK好像沒什麼意思嘛 所以他覺得這個車子讓他提不起勁 這時候呢身邊有人說 那不然你加點預算我們去買PASA好了 那時候呢他看的PASA是B6的PASA B6PASA那時候在台灣賣的很便宜喔 這個入門的版本128萬8 汽油的才有的是135萬8 當時我有去看過新車所以我知道 他也覺得這個車子的質感沒有到 那後來呢又有人帶他去看那個Lexus的ES350 他也覺得說這個車子買到200多萬台幣了對不對 結果怎麼塑膠位還這麼重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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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家人就提議 不然你都預算已經從100萬拉到200萬台幣嘛 那不如我們來看一下這個Volvo好不好 他一看這個Volvo這個車好 然後看一下家裡的車位呢是停了下去的 於是呢就馬上就正好又是這一批勇者無懼升級版 於是他二話不說馬上刷卡馬上現金一次復興就買了這台車 而且成為我們一開始所言喔 這台車外觀真的是有很多戰功啊 但是呢坦白講長輩開這種車子 我們做子女的其實也放心啦 我們名單話就是這輪輪輸輪啦 我們不小心在路上發行車禍呢 我們可以確保我們這台車子可以 適時的確實的保證我們長輩的安全喔 所以呢看到這些車子外觀長這樣子 我也是跟這個這個車友講說 這個就證明我們這台車買的沒有錯喔 這台車子確實的守護著我們家裡面長輩的安全 讓我們非常放心的可以把我們家長輩託付給這台車子喔 這也是Volvo一直象徵的他的品牌的價值啦 就是安全喔 Volvo講好聽的是什麼啊 安全是Volvo標配 講白一點是什麼 Volvo除了安全好像也沒太多可以說嘴的東西啊 但是不得不說我們常講 車子呢就是要符合一個人的需求 符合一個人需求的車子就是好車 沒有絕對的好車或不好的車子喔 像這台車子我覺得車主這個買給他老爸買到現在 真的是相得益彰的一台車子喔 所以呢這個我相信這台車還會繼續開開 尤其這台車我覺得很驚訝 我們剛剛各位看喔 這個門把這樣開關 都沒有什麼異音耶 你這樣看 都沒有什麼異音耶 這台車環保材質還沒開始作祟 這台車真的是不簡單 我甚至都在笑 你會不會買到一台仿的Volvo 我車友買那個第一代的XC90 買沒幾年這邊斷腳那邊異音那邊掉下來什麼的 這台車都沒有 可能是因為這台車是車庫車的關係啦 我相信這台車再開個幾年應該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好的這次我們跟各位補充一下 這台車子它為什麼會到車主這個家裡面有趣的故事喔 好的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結面容跟大家聊聊 第二代Volvo S80這台車的故事喔 其實Volvo這個品牌我一直都是相當喜歡的 因為我自己前前後後 目前為止我開過三台Volvo 那我也不排除之後再弄一台Volvo來開開 當然因為我軟囊修飾 所以我都是開一些已經沒有中古行情的車子 要我買新車我可能是買不起的 那我們今天也是非常感謝我們車友大方提供我們這台車子 一通電話它就非常熱心的提供我們這台車子喔 那也非常歡迎各位呢 提供你手上有趣的車子喔 不管是國民車還是一些進口車什麼 我們都非常樂意透過你的車子 透過汽車影片呢 來跟各位聊聊這台車有趣的故事 希望大家會喜歡囉 以上再次感謝各位收看 也希望大家支持我們其他精彩的節目喔 我是Celsior我們下午再聊拜拜